好,我们假设试试我们的右路进攻的一个发展的过程,好吗? 图中炸弹呢,可能是我们的这个,本来阵阵中的这个炸弹呢,是本来阵阵中的这个前锋,军长呢,是中前卫,旅长是右前卫,师长是左前卫,排长呢,是参与这个进攻的右后卫,好吧? 然后呢,我们呢,就按照我们的平常的这个导角的这个,之前有过这个视频,导角的视频,那么在后场控球的时候,右后卫呢,会踢到右前卫的位置上, 然后呢,中后卫呢,会到这个右,中后卫呢,会到这个右后卫的位置上去拿球,对吗? 那这个时候呢,右后卫呢,是在一个右前卫的位置上,那么中场呢,要求呢,是要回撤一下去接应,对吗? 回撤一下去接应,我们就跟我们前面的这个视频呢,就,就连起来了,好吧,中场要求回撤接应,然后呢,这个,炸弹也就是这个,所谓的这个前锋,可以顶上去, 然后呢,我们的右前卫呢,或者是右后卫呢,然后酌情呢,内收,对吗? 当然我们现在,八人之呢,我们可以考虑让右前卫去内收了,不一定要右后卫内收,右后卫也可以内收,右前卫顶在这里,对吗? 或者是右前卫内收,右后卫顶在这里,总之这两个人里面要有一个人内收,这样在中场呢,会多一个人去接应,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的中场呢, 有一个人可能要回撤到比较深的位置,那么这两个人,右前卫和右后卫中呢,某一个人,就要有这种内收的意识, 去占有个所谓的十一号点,左右,去帮助呢,这个四六呢,去出球,好,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, 把这个进攻呢,就组织起来了,好,我们打比方说现在是右前卫内收,右后卫在边路,好,这个球给了, 给了这个右前卫,然后呢,现在就到了我们所谓的这个, 强调的这个什么,跑动的这个时间了,好吧,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炸弹可以考虑怎么跑, 现在我们的右前卫呢,在这个边路拿到球,对吗,在边路拿到球, 那么在边路拿到球之后,拿到球之后呢, 炸弹呢,现在在前场,如果说呢,你很机械,就是说我就在这地区里面站着, 然后呢,这里一个四十五度直接砸进去呢,我觉得效率应该不会太高, 效率不会太高,那么如果你炸弹呢,选择回撤去接球,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思路,回撤到五号位来接球, 然后呢,和排长在这里呢,打一个二过一,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思路, 然后呢,接应坐墙之后, 再跑到进去里面,那么这个时候, 这个我们的,在新的位置船中, 比赛这个九号位船中,机会要多得多, 对吗,这是一种思路, 这是我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, 你到比赛中呢,你可以去选择, 也可以用别的思路去, 选用别的思路,对吗, 但是呢,我现在要强调了并不是这个思路, 本身有多重要,而是这个思路, 所带来的全队的一个连锁效应, 不是说这个进攻, 只有排长和炸弹两个人参与, 排长,炸弹回来接应排长, 排长跟他做二过一的时候, 那么这个时候,驴掌应该干嘛, 对吗,炸弹呢, 拿到,就归来做二过一的时候, 炸弹拿到球之后, 炸弹是不是只有给排长做二过一这一个选择, 当然不是,这个时候驴掌就应该向前移动, 就移动到所谓的十号位, 附近,不一定非要在这个点, 那么机械,附近, 在中场附近, 甚至可以再往前一点, 炸弹这样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, 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, 我可以回座, 对吗, 我也可以二过一, 那么这个时候军掌应该干什么, 军掌刚刚在后场, 对吗, 那么军掌是不是应该顺势提到, 所谓的十一号位, 对吗, 但是不用这么急, 比如说旅掌往这里跑了, 旅掌跑得更直线一点, 那么军掌是不是就相对的, 就是有一个角度, 有一个角度, 这样呢, 我们的进攻呢, 就会有节奏, 有这个什么层次, 炸弹拿到球, 比如二过一, 给了排长之后, 炸弹呢, 跑进去里面去抢点了, 对吗, 那么这个时候旅掌应该干什么, 旅掌是不是应该去倒三角去接应, 是不是应该去倒三角来接应, 接应这个排长, 万一船中不好船, 是不是还有一个倒三角的点, 军掌应该干什么, 军掌是不是应该跑到这个所谓的九号位去接应, 可以跑到, 这样呢, 倒三角也不好船的话呢, 你们扣回来, 沿着边路船, 我们再回船组织, 好不好, 对吧,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没有提起了这边这个师掌应该干嘛, 那么当炸弹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, 排长寡球给炸弹的时候, 那么旅掌跑到这里, 军掌跑到这里的时候, 那么这个师掌是不是可以考虑, 考虑跑到这个所谓八号的位置, 如果炸弹把球给了旅掌, 旅掌是不是可以一脚球转移到左路, 这样我们就去完成一次换鞭对吗, 换了鞭之后, 炸弹这个时候再先插进去, 从这个位置相对空位去船中, 然后旅掌呢, 跑到所谓的六号位置, 去准备再进去前沿, 再去接应, 或者去抢二点, 那么军掌呢, 再往前跑, 然后排掌呢, 再往这里跑, 对吗, 现在可进去前沿了一个覆盖, 那么这样我们的进攻, 一个所谓的层次, 是不是打出来了,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跑位的思路, 那么如果说我们踢球的时候, 有这么一个思路的话, 我们脑海中有这么一个潜在的线路的话, 那么我们踢就不会蒙, 我再说一遍这个所谓的思路, 我们的边后位在边右拿到球之后, 我们的中锋可以考虑稍微的回撤一点, 去接应它, 这个五呢, 所谓的五呢, 就是这个45度角到三角的位置, 对吗, 那么我们要根据球场的大小, 那么这只在中线, 对吗, 那你要根据这个排掌的角度, 和受到的压迫程度,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, 已经是个完全的空位, 没有任何人防你, 你跑到这儿就可以了, 那如果说有一定的干扰, 那你就需要跑得离排掌更近一点, 对吗, 反正跑到一个能接到球的位置, 那么旅掌呢, 跑到中锋的侧面, 跑中锋的侧面, 对吗, 军掌呢, 跑到顺势前提, 顺势前提, 对吗, 都顺势前提, 寻找成为一个你们潜在的这种, 接应的线路就出现了, 对吗, 当然了这个思路有很多, 我们不一定呢, 就是那么机械刻板, 比如说这个时候已经, 那么旅掌, 当炸弹回撤, 旅掌发现对方的后卫有松懈, 旅掌可不可以直接插到进去里面去呢, 当然可以, 当然可以, 对吗, 或者说, 当这个球回船的时候, 回船给军掌, 往前走不好走, 回船给军掌的时候, 我们的这个边前位是不是可以, 有没有机会直接插到对方的腹地, 就如果对方的中位跟得比较深, 跟我们的, 贴我们的中锋贴得比较紧, 是吧, 都贴得比较紧, 那么之后我们只能选到回船,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边前位是不是可以直接插进去呢, 当然可以, 对吗, 那就就是, 我们的思路呢要打开, 我们不能局限于就讲那么几条线路, 但是呢我只是在说一个就是船跑的一个思路, 就船完了之后要跑, 那么在船之前也要知道要去跑, 好吗, 而不是钉在自己的位置上, 好吧, 这是一条思路, 后来我们再推荐另外一条思路, 就仅供大家去参考, 这样踢起来的时候呢, 脑海中呢有这么一些潜在的这种可能性, 但具体怎么踢, 还是要根据场面的这个情况去随机应变, 对吗,